让美丽格格精彩继续 在剧中李胜所饰演的是一个命运坎坷的格格 这么一个受尽人间疾苦的角色自然少不了哭戏 我们一起来看看李胜是怎么演哭戏的 可是你心里始终不认为他是你儿子 剧中李胜的眼泪可以说是货真价实 大多数的时候没有什么秘诀 因为你必须投入感情跟情绪 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真哭 李胜说知道美丽格格这部剧少不了哭戏 但没想到哭戏会这么多 以至于他的眼泪都哭干了 紫薇哥哥请教了一下 然后他就说要不停地喝水 每天就灌水 我有一段时间可能哭泣多的时候 我一天能喝掉一大桶水 这么多的两肢 把这个装满水 都不停地饿 也可以 然后这种国家